《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除了将先知与耶稣基督比较 又除了将整个被造的天地与耶稣基督比较 再加上列祖与耶稣基督比较 另一方面他也将天使与耶稣基督比较 第一章的清清楚楚来告诉我们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那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天生你 又指着那一个说 我要作他的父 祂要作我的子 再者上帝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轮到使者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木翼 轮到指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我们看到这段圣经 是讲到使者或者天使与耶稣基督的比较 今天有很多人信灵界那些东西 他们宁愿信那个灵媒 他们宁愿信一些阴间的某一种权势 就是那些超自然的那些东西 在这段圣经 作者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跟耶稣基督来做比较的时候 根本是无法比较的 第一 耶稣基督是神的义子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自己 而天使是谁呢? 是从来没有这个身份的 第二方面 天使都要敬拜主基督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这是一个命令 但是耶稣基督是接受敬拜者 连天使都要拜祂 启示录的第四章 第五章 除了拜神 也都要敬拜耶稣基督 非常清楚 而在这里更加是命令 神的使者都要拜祂 然后跟着去到第七 第八节 那里是作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这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看到在第七那里 轮到使者 原文那里有一个字 就是一方面轮到使者 然后去到第八节的时候 另一方面轮到使 换句话来说 这个在希腊文就是用men and day men main就是一方面 day的意就是另一方面 一方面论使者的时候 他就说上帝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牧翼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些是牧翼 这些是天庸 但是论到使者 另一方面论到使者 他就说什么呢? 他说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令到耶稣基督的时间 他直接在直呼 他是神啊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然后你喜爱公义 恨护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由高利 胜过高利的同伴 各位特兴姐妹 让我们今天重新再一次想一想 我们 每日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每一个时候 当我们遇到有一些不如意的事 你问谁呢? 到底是问人呢? 还是去问一些高人 或者是有一些超自然自卫知识的人 还是我们直接去问这位的主基督 直接去到他那里寻求他给我们的智慧 另一方面 更加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的信仰有没有杂质在 会不会有时候多了一点 我们会看印度某个人 他觉得很靓 说这个世界将来是怎样 甚至我们看到在现在来说 我们都迷信某一些的学者 他很精的 他说现在应该是七印的时候了 七年大灼烂已经开始了 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如果我们是真正信神的话 我们就按着神的话 圆文 上文下理 文法结构 历史的背景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如果有些人牵强扶回 将其中一些似的事 就当作是解经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小心 因为到末世来临的时候 有很多假先知会出现 这些假先知 甚至假基督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违惑很多人 是因为这样 让我们今天将我们信仰的根基 牢牢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